早安大地檔 全世界也都很關心 說將會對科技生業作成影響 但這電視標是說在地檔發生了十點 精品的生產就開給超過七下 夾蓋也已過 靠到保險之後 順時大概是二十億 車上再去 全台灣天有地檔 台灣發生二十五年來最大的地檔 科技業的生產線 也因為地檔最重要 不過夾蓋國際 台磁電保障的精品可能不到一千塊 靠到保險的損失差不多二十億以下 對第二季的債務移車 可能減六千萬美金 日孫減頂點五百以下 畢竟20億台幣以內 是台積電能夠控制的營收 減損的範圍 對毛利率的影響也是在0.5%以內 所以我覺得不論對台積電第二季的營收 還是毛利率影響都很有限 經濟地檔切捕資料顯示 車山新地 龍潭和東南科學航空 最大的進度十五期 台中和台南科學航空 最大的進度四期 台灣本土鐵三業 經過九十億大地檔了後 內臟的下層都有提升 台積電唱風有七劑內臟的設施 台積電發生沒有支出 地檔發生的十點前來 正因唱的設備 貨管律超過七下 新起的正因唱 貨管律超過八下 貨管律超過九層的設備修飾 影響貨管律超過三層的運作 現在主要的期待 包括所有超過七下層 百萬印象的設備都沒有修飾 貨管律台回應說 地檔不會讓共用連動電 不過有外國媒體報道 地匯科技產品 可能因為這次的地檔 在未來這幾個月變得比較貴 如果說是中低接智慧型手機的話 貢存供給無餘的前提之下 我們並不認為說 這一次的地震 其實就會對整體的產業鏈的價格 造成波動或者是衝擊 專家認為說 第一檔對台積電 甚至是臺灣其他半導體的大箱 影響油漢 也拿CNN報道 台積電的政品 集中在臺灣製作的風險較高 有專家表示 台積電要是要持續電金在臺灣 這也能對營養人的潤現有幫助 接下來 綜合報道